大家好,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 喜欢本频道的视频,请点赞收藏 现在故事开始 室友爱占小便宜 每次点外卖后都故意在外卖里加点料 拍给商家索赔 靠这一招,屡试不爽 直到某一天,他讹上了精神失常的老板 老板顺着地址找上门来 将我活活捅死后 我才知道室友点外卖一直写的是我的名字 在睁眼,我回到了室友讹上那个精神失常的老板那天 你们家的外卖有问题 每次都让我吃坏肚子 周杰的声音充满了怒气 透过电话传来 我坐在床上,听到这熟悉的争执 心中一阵恍惚 仿佛回到了每个噩梦般的夜晚 他又开始了 又开始顾及重施讹渣外卖店的老板 可没想到这次的外卖店老板有精神病 我猛然意识到 这不是梦,我重生了 回想起上辈子的惨死 我的心脏冷得一跳 疼痛和恐惧像洪水般涌来 上辈子 周杰一直用我的名字点外卖 最终引来杀身之祸 那个疯狂的外卖店老板 以为是我在故意讹诈他 拿着刀找到宿舍 将我赐死 我无辜地死在了他的骗局之下 血流如注 生命在那个夜晚终结 他的恶行被曝光后 所有人都以为是我在欺负那个精神病老板 骗取赔偿 室友们开始孤立我 老师们也对我另眼相看 我成了众人耻笑的对象 无论我怎么解释 都没有人愿意相信我 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贪婪 卑鄙的小人 利用别人的精神病 谋取利益 在我被杀死的那天 周围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同情 反而有很多人觉得我最有应得 认为这是我自找的报应 这段痛苦的记忆让我更加坚定 这一事 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 周杰的声音还在继续 他不停地指责外卖店 夸大其词地描述着所谓的问题 他得意洋洋地享受着这一切 而我知道 他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是一个阴谋 上辈子 我因为他成为了无辜的受害者 这次 我要主动揭露他的恶行 让他无处藏身 我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决心 我深吸一口气 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挑战 重来一次 我的心中充满了坚定和希望 我不会再让自己成为无辜的牺牲品 这一事 我要为自己而战 周杰和外卖店老板还在电话里争论不休 声音越来越大 争吵越来越激烈 我故意走近一些 仔细听着他的每一句话 他用我的名字在外卖订单上 然后一边高声指责老板的服务 一边得意洋洋的等着对方的赔偿 看到他的得意模样 我的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愤怒 这一次 我绝不会再让他的行为牵连到我 趁着他和老板的争论 我突然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周杰 他猛地转头看向我 脸上露出一丝慌乱 我故作惊讶地质问他 为什麽点外卖要用我的名字 周杰愣住了 手里的电话都差点掉了下来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我 我冷冷地盯着他 等待他的解释 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电话那头的老板也听到了我的质问 沉默了片刻 我趁机对着电话那头的老板说 我叫林月 我从未点过你们的外卖 请你们查清楚 再来索赔 周杰的脸色变得铁青 显然没有料到我会这样揭穿他 我继续说道 以后别再用我的名字做这种事情 否则我会报警 他气得脸色发紫 但在我的冷静注视下 他最终什么也没说 只能挂断电话 我冷笑一声 这只是第一步 我必须继续揭露他的真面目 我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经过说了出来 大家对周杰的行为感到震惊和愤怒 周杰被揭穿后 恼羞成怒 骂骂咧咧跑出了宿舍 我冷笑一声 这只是第一步 我必须继续揭露他的真面目 彻底摆脱他的控制 意识到周杰的恶行病 揭露了他的真面目后 我知道自己必须进一步采取行动 避免再度陷入他的阴谋 我冷静地计划下一步 决定离开这个充满危险的环境 暂时回到家中 早晨 我走进辅导员办公室 面带焦急地说明 家中有紧急事物需要处理 需要能请祭天假 辅导员看着我急切的表情 没有多问 批准了我的请假请求 拿到请假条的那一刻 我心中的石头稍微放下了一些 回到宿舍 我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这片是非之地 周杰注意到我的动作 走过来问 我为什么突然要回家 我淡淡地回答他家里有事 故意避开他的目光 不想再与他多说什么 他似乎有些不满 但最终没有继续追问 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我心中暗暗决定 这次离开后 一定要找出更多他的罪证 将他彻底揭露 行李收拾好后 我向其他室友告别 并暗示他们 要小心周杰的行为 七个室友显然对我前几天 揭露周杰的事情心存疑虑 但最终还是点头同意 表示会注意 我拖着行李箱 走出宿舍楼 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离开校园的那一刻 我心中感到一丝解脱 但同时也清楚 这只是暂时的逃避 我必须尽快找到办法 将周杰的恶行彻底曝光 保护自己和其他人 坐上回家的列车 我靠在座位上 闭上眼睛 开始思考接下来的计划 这次回家 不仅仅是为了避开周杰 更是为了更好的整理思绪 制定详细的反击计划 到家后 父母看到我突然回来 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欢迎我回家 并准备了丰盛的饭菜 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终于能放松下来 但心中的警惕 却没有丝毫放松 我打开电脑 开始搜索有关周杰的资讯 试图找到更多的线索 这次 我要彻底揭开她的面具 不再让她继续欺骗和伤害别人 经过几天的修整 我的思路渐渐清晰 心中有了更详细的计划 请假回家的几天里 我没有放松警惕 暗中联系了几个好友 让他们帮我继续监视周杰的动向 不久 我就得到了消息 陈老板因为被周杰讹诈 愤怒至极 决定亲自找上门来 那天夜晚 宿舍里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一死不安 周杰正和另一个室友 因所事发生激烈争吵 声音越来越大 甚至传出了宿舍门外 争吵声引来了不少同学的围观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不明白为何他们会吵得如此激烈 就在这时 宿舍楼的门被猛地推开 陈老板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手离紧握着一把刀 他显得异常激动 眼神里透着疯狂和怨毒 仿佛一头随时会扑上来的猛兽 周杰看到陈老板的出现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声音也戛然而止 围观的同学们 被这一幕吓得目瞪口呆 一时监禁无人 赶上前阻止 陈老板大声质问周杰 为什么要诬陷他 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名字来讹诈 他的声音充满了悲愤和无助 眼中含着泪水 我明明每个东西都好好在做 为什么要欺负我这个老实人 他的声音在宿舍楼里回荡 带着一丝撕心裂肺的痛苦 让人不禁为之动容 周杰衣食语色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显然没有料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宿舍里的争吵 和外面的围观人群 让陈老板更加愤怒 他挥舞着刀 威胁要对周杰不利 其他室友和同学们 被这一幕吓坏了 有人悄悄拨打了报警电话 希望能尽快制止 这一场即将发生的悲剧 在慌乱中 陈老板的目光 突然转向了周围的围观人群 他愤怒地咆哮着 告诉大家真相 他揭露了周杰用别人的名字 讹诈他的行为 控诉他的卑鄙手段 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你们知不知道 他用了别人的名字来打差评 让我赔偿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只是一个小店老板 我的精神已经够脆弱了 陈老板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和无奈 他那瘦弱的身影 在灯光下显得更加孤独和无助 周杰意识到 自己无法再隐瞒下去 开始辩解 但他的声音 在陈老板的愤怒中 显得内膜无力 围观的同学们 逐渐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开始对周杰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就在这时 园警赶到了现场 他们迅速控制住了陈老板 并将他带离了宿舍 虽然陈老板没有得手 但他的愤怒和揭露 让周杰在众人面前彻底暴露了 宿舍里弥漫着一种沉重的气氛 所有人都在消化刚刚发生的一切 周杰看起来失魂落魄 他知道自己的行为 已经引起了公愤 再也无法继续伪装下去 远警带走陈老板后 对宿舍里的同学们 进行了简单的询问 并警告大家 要小心周杰的行为 周杰的名声彻底毁了 所有人都对他投来了 鄙夷和不信任的目光 我远在家中 通过朋友的消息 得知了这一切 心中感到一丝复仇的快感 但我知道 这还不够 周杰的恶行 还没有完全受到应有的惩罚 接下来 我必须继续收集他的罪证 将他的所有恶行彻底曝光 让他无处遁形 尽管陈老板的报复 让周杰的名声大跌 但他并没有因此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地 进行着他的讹诈行为 我从家中返回学校 发现周杰依然活跃在校园里 仿佛之前的事件 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他变得更加狡猾 开始利用不同的手段 欺负和讹诈那些无辜的小老板 他的手段愈发隐蔽 每次都能巧妙地 避开所有人的视线 但我知道 他依然在用 同样卑劣的方式获利 他总是能在 看似正常的外卖订单中 加入一些特别的调料 然后大肆宣扬 食物的不卫生 和店家的不座位 他的脸上依旧挂着 那副得意的笑容 每次成功讹诈后 都会在宿舍里 炫耀自己的战果 他甚至开始在网上 发布虚假的差评和投诉 利用社交媒体的力量 来施压那些小老板们 看到他的行为 我心中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但我知道 不能轻举妄动 我开始秘密地记录下 他的每一个恶行 搜集证据 准备在合适的时机 彻底揭露他 周杰的恶行 不仅限于外卖 他甚至开始 欺凌一些性格内向 不善言辞的同学 他总是能找到 个仲介口来 剥削他们的财物 用威胁和恐吓 来让他们屈服 有一次 他甚至在学校的餐厅里 大肆讹诈 荡着众人的面 指责餐厅的卫生问题 你们这家餐厅 怎么这么脏 这饭菜里有头发 你们是想 让我食物中毒吗 周杰一边嚷嚷 一边将一根头发 举得高高的 眼神中充满了轻蔑 他夸张地描述 自己如何险些食物中毒 并要求店家 赔偿他的损失 尽管店主 百般解释和道歉 但在周杰的 咄咄逼人和威胁下 最终只能无奈地妥协 别给我解释那么多 赔钱 周杰斜眼看着店主 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他得逞后 依然是那副得意洋洋的模样 仿佛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理所当然 我在暗中观察他的 每一个动作 默默地记录下 这些不堪入目的行为 他的自大和狂妄 让我更加坚定 这样的人 必须为他的恶行付出代价 在一次社团活动中 周杰又开始了 他的欺凌行为 这次的目标 是一个新来的社员 那个新社员 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经常受到周杰的冷嘲热讽 和无端指责 你穿的这是什么 廉价货吧 真丢脸 周杰用尖锐的声音 嘲笑新社员 眼神中满是轻蔑 我看在眼里 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同情 但我知道 不能冲动行事 我悄悄接近 那个新社员 试图了解 更多关于周杰的恶行 通过他的讲述 我得知 周杰不仅在讹诈和欺凌 还在暗中进行一些更为隐秘的勾当 他曾经利用自己的美色 勾引一些有钱的男生 从中片取钱财和礼物 这一切让我愈发坚定 这次 我一定要让他的恶行暴露在阳光下 我将所有的证据整理好 准备在合适的时机 将其公之于众 与此同时 我暗中联系了一些受害者 告诉他们我的计划 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很多人都表示 愿意站出来作证 揭露周杰的恶行 大家都希望能够结束这场恶梦 周杰的变本加厉让我看清 他已经无可救药 必须要有人站出来阻止他 我在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枪周杰的恶行彻底揭露 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周杰对我怀恨在心 因为我揭穿了他用我的名字 进行敲诈的恶行 导致他的敲诈路线受到了阻碍 周杰开始在校园里散布个重关于我的谣言 试图毁坏我的名声 让我在同学和老师面前失去信誉 林月人品不好 滥娇 私底下玩得可花了 周杰在几个同学面前故作神秘地说道 眼神中闪烁着恶毒的光芒 真的 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呢 一个同学惊讶地说道 明显被周杰的话影响 当然是真的 而且他房间里总是脏乱差 周杰继续添油加醋的边造着谎言 仿佛他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些谣言迅速在校园里传播开来 很多人开始对我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我能感受到周围的目光变得冷漠和怀疑 这让我心中涌起一股无力的愤怒 但是我知道 不能轻易被他的手段击倒 我必须保持冷静 寻找反击的机会 他还故意在老师和同学面前 抢占我的机会 每次都有意无意地将我的努力抹杀 在一次重要的专案评选中 我明明准备得很充分 却因为他的造谣和暗中捣乱 失去了原本属于我的机会 林玥 这次评讲你恐怕没戏了 周杰假惺惺地对我说道 眼中却闪过一丝得意 谢谢提醒 我冷冷地回应他 但心中已经对他的伎俩了燃鱼心 他利用个重机会打压我 让我在同学和老师面前失去信誉和信任 尽管如此 我依然坚信 只要坚持下去 真相终会大白 我开始更加小心翼翼地搜集他的罪证 将每一个细节都记录下来 确保在揭露他时没有任何漏洞 与此同时 我也加强了与朋友们的联系 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林玥 我们相信你 周杰那个女人太恶毒了 我们会帮你的 一个好朋友对我说 眼中充满了坚定 我感到一阵温暖和力量 这让我更加坚定了 继续揭露周杰的决心 周杰显然察觉到了 我没有被他的谣言和打压击倒 变得愈发急躁和狠毒 他开始更加疯狂地编造谣言 甚至找人为造证据来污蔑我 他利用一切机会 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散布谣言 诋毁我的名誉 让我在学校离举步为奸 在一次学校的集会上 我终于找到了机会 大家 请听我说 我有一些事情想告诉大家 我走上讲台 声音坚定地说道 周杰在台下 脸色变得苍白 显然没有料到 我会在这魔多人的面前 公开揭露他 这些天来 我一直在搜集证据 揭露一个同学的恶行 我说着 拿出了一叠资料和证据 这个人利用别人的名字讹诈 欺凌同学 甚至诽谤我 我一一展示了那些证据 台下的同学们逐渐安静下来 认真的听着我的每一句话 他的所作所为 不仅伤害了我 也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 我继续说道 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愤怒 这个人 就是周杰 我只向台下的周杰 声音铿锵有力 全场一片哗然 所有人都看向周杰 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和愤怒 周杰的脸色 瞬间变得煞白 他想要辨解 但在铁证面前 他的一切谎言都显得内膜无力 这些都是假的 你这是在诬陷我 他大声喊道 试图为自己辨解 但是没有人在相信他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我手中的证据上 如果你们不信 可以去核实这些证据的真伪 我敢保证 每一项都是事实 我冷静地说道 目光坚定地看着大家 同学们纷纷表示 愿意调查和核实 周杰的恶行 终于在大家面前彻底暴露 周杰的事情败露后 他的心情显然变得非常不舒服 每天都带着一股阴沉的气息 他躲在宿舍里 几乎不怎么与人说话 眼神中充满了怨恨和不甘 那天 他无意间在主页上看到了一则 陈老板家的外卖广告 心中又生出一个恶毒的念头 哼 还敢做生意 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他低声自语 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他迅速换了一个新的外卖账号 依旧填上我的名字和资讯 然后点了一份外卖 我早已预料到 他可能会继续捣乱 因此提前联系了陈老板 告诉他我已经搬离宿舍 并告知他周杰喜欢用我的名字捉弄人 陈老板 我不住在那里了 如果看到有我的名字点外卖 很可能是我以前的室友在捉弄人 我在电话里解释道 陈老板听后表示会多加注意 并感谢我提前告知 周杰很快收到了他点的外卖 像往常一样 他故意在外卖里添加了某些不明物质 然后拍照上传 准备进行投诉和索赔 你们家的外卖有问题 每次都让我吃坏肚子 他在电话里大声喊道 语气中充满了恶意和挑衅 陈老板看着订单上的名字 瞬间明白了是周杰在搞鬼 脸色变得异常阴沉和愤怒 他愤怒地拨通了他的电话 质问道 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名字来欺负我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周杰听到陈老板愤怒的质问 一时语色 但很快恢复了冷静 反而挑衅地说道 你管得着吗 东西有问题就该赔偿 陈老板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颤抖 你们学校的人已经告诉我真相 我知道是你在捉弄我 你为什么要这磨做 周杰一就不以为然地回应 东西有问题就该赔偿 谁让你们做的这磨差 陈老板的愤怒答到了顶点 他大声吼道 我每天认真做生意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 你真是太过分了 周杰在电话那头冷笑 显得十分得意 那你就赔钱吧 不赔的话 我还会继续投诉 陈老板的愤怒 几乎要将他吞噬 他深吸了一口气 冷静了一会儿 说道 你等着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周杰挂断电话 脸上依旧挂着得意的笑容 仿佛胜券在握 然而 他并不知道 这次他的行为 已经彻底激怒了陈老板 陈老板的脸色阴沉至极 眼中燃起了复仇的火焰 周杰的再次挑衅 彻底激怒了陈老板 他决定不再忍让 准备采取行动 这天夜晚 宿舍里一片寂静 只有周杰在忙碌地玩着手机 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陈老板带着愤怒和绝望 再次找上了宿舍楼 他手里紧握着一把刀 眼中透着决绝的狠意 仿佛已经失去了理智 周杰正在宿舍里翻看着手机 突然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他走过去打开门 看到门外站着陈老板 脸上顿时露出一丝惊讶 你来干什么 他试图关上门 但陈老板用力推开了门 眼神中充满了愤怒 你为什么要一直用别人的名字欺负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陈老板的声音里充满了悲愤和绝望 周杰衣食语色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显然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陈老板一步步逼近 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 他挥舞着手中的刀 威胁要对周杰不利 周杰退缩着 试图逃离现场 但他已经无路可逃 你以为你能一直这样欺负人 今天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陈老板的声音在宿舍楼里回荡 带着一股撕心裂肺的痛苦 就在这时 宿舍里的其他同学被惊动 纷纷跑出来查看发生了什么 看到这一幕 大家都被吓得惊叫连连 有人迅速拨打了报警电话 陈老板的愤怒和绝望达到了顶点 他猛地将刀刺入周杰的腹部 鲜血迅速染红了他的衣服 他无力地倒在地上 眼中充满了痛苦和恐惧 他挣扎住 试图用手捂住伤口 但鲜血不断涌出 浸透了他的手指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而断断续续 眼神逐渐涣 显然在经历着极度的痛苦 陈老板看着他在血泊中挣扎 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 但很快又被愤怒所取代 这是你应得的报应 他大声喊道 眼中含着泪水 仿佛在宣泄心中的所有委屈和愤怒 周杰的声音渐渐微弱下来 最终无力地躺在血泊中 生命在这一刻逐渐消散 远景赶到时 及时控制住了局势 江陈老板带离了现场 周杰被迅速送往医院 但由于伤势过重 抢救无效死亡 周杰的死讯 很快传遍了整个校园 震惊了所有人 默然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他的家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悲痛欲绝 立刻赶到了学校 他们一边哭诉 一边声称要为女儿讨回公道 试图通过舆论来施压学校和我 他们在网上发布了一系列抹黑学校和我的文章 描述我如何恶毒 如何策划这一切 我们的女儿是无辜的 她被一个心机深重的人陷害 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周杰的母亲在视频中哭喊道 眼泪流满了她的脸庞 林月 她就是那个恶人 她逼死了我们的女儿 周杰的父亲愤怒地说道 试图将所有的责任推到我的身上 这一系列的控诉迅速在网上发酵 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和评论 真是太可怕了 居然有这样的人 一个网友愤怒地评论道 学校也有责任 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另一个网友质疑学校的管理 林月必须为此负责 我们要求真相 越来越多的网友加入了声讨的行列 给学校和我带来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面对铺天盖地的谴责和指责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但我知道自己不能退缩 周杰的家人继续利用媒体和网络 散布个重关于我的谣言 试图将我塑造成一个恶毒 心机深重的人 她从一开始就对我们家女儿心怀极度 处处针对 周杰的母亲在接受采访十愤怒地说道 我们的女儿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她是被逼的 周杰的父亲声泪俱下地位女儿辩解 这些言论让网友们更加愤怒 大家纷纷在网上留言 要求学校和我给出一个交代 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发生在校园里 林月毕需为她的行为负责 一个网友愤怒地说道 我们要真相 不要被谎言蒙蔽 另一个网友在评论中写道 学校如果不处理好这件事 我们会继续追究 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 学校和我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面对如此巨大的舆论压力 我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站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开始整理所有的证据 准备反击 用试识还原事情的真相 与此同时 我联系了一些愿意为我作证的同学和朋友 希望他们能站出来 帮助我揭露周杰的恶行 我知道 只有通过公开证据 才能让大家看到事情的真相 还我清白 这场斗争虽然艰难 但我不会放弃 我要用事实和证据 证明自己的清白 还原事情的真相 面对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 和周杰家人的颠倒黑白 学校决定召开一次全校大会 并通过网络进行直播 向公众还原真相 也为我洗刷冤屈 那天 学校礼堂里做无需洗 所有师生都聚集在这里 等待着大会的开始 网络直播平台上 成千上万的网友 也在关注着 这场备受瞩目的会议 谈幕不断滚动 充满了对我的质疑和谩骂 林月毕需为她的恶行负责 学校也有责任 怎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我深吸一口气 走上讲台 手中握着厚厚的一叠证据 心中充满了紧张和坚定 各位老师 同学 以及关注此次事件的网友们 请大家听我说几句话 我开始陈述事情的经过 这些天来 有很多关于我的谣言 在校园里和网上流传 我知道很多人对我有误解 但今天 我要用事实来澄清一切 我坚定地说 台下和荧幕前的观众 都安静下来 等待着我的发言 我展示了手机里的录音和视频 播放了周杰如何用我的名字点外卖 添加不明物质后 进行敲诈的视频 这就是周杰 他用我的名字进行敲诈 每次都故意在外卖里添加一些东西 然后拍照上传 进行投诉和索赔 视频里 周杰的每一个恶行 都被清晰地记录了下来 他不仅欺骗了外卖商家 还让无辜的我背负了恶名 我继续说道 声音中带着一丝哽咽 接着 我展示了周杰在校园里 欺凌同学的证据 这是周杰在校园里 欺凌同学的视频 他用恶毒的语言侮辱别人 甚至威胁 要让别人赔钱 视频中的周杰 咄咄逼人 令人心寒 台下的同学们 看得目瞪口呆 开始窃窃私语 荧幕前的网友们 也纷纷发出惊叹的谈目 他还利用自己的美色 勾引一些有钱的男生 从中片取钱财和礼物 我展示了一些 周杰与那些男生的聊天记录 内容不堪入目 更可恶的是 他还在学校里散布关于我的谣言 诋毁我的名誉 我拿出了那些诽谤我的证据 包括他在网上发布的那些谣言和虚假资讯 他不仅额炸外卖 还在学校里偷东西 我展示了一段监控视频 显示周杰在图书馆偷取其他同学的书包和物品 他还在考试中作弊 用各种手段获取不正当的成绩 我展示了激愤考试的影本 上面有周杰的作弊痕迹 更令人发指的是 他还虐待动物 特别是虐猫 我播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 周杰残忍地对待一只小猫 那小猫无助地挣扎着 场面令人心痛 这些都是周杰的所作所为 他利用一切手段来获取利益 甚至不惜伤害无辜的人 我说完 深吸一口气 看向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们 这些证据每一项都详尽无比 足以证明他的恶行 我请求大家仔细核实 我坚定地说 校长和机卫老师走上前来 仔细查看我展示的证据 脸色逐渐变得严肃 经过我们的初步核实 这些证据确实真实可信 校长宣布 语气中充满了沉重 台下的同学们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开始议论纷纷 荧幕前的网友们也纷纷发出支持我的谈目 原来真相是这样 看来我们误会林月了 一个同学低声说道 周杰真是太恶毒了 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另一个同学愤怒地说 林月是无辜的 周杰的恶行才是这一切的根源 同学们纷纷表示 对我的支持和同情 网络上的风向也开始发生变化 网友们纷纷为我鸣不平 抨击周杰的家人 林月是无辜的 他受了这么多委屈 我们应该为他生缘 周杰的家人简直太无耻了 明明是他们女儿的错 还要诬陷别人 真相大白了 林月终于可以还自己一个清白了 我们要为林月讨回公道 周杰的家人必须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周杰的家人看到这些证据后 脸色变得煞白 知道自己再也无法为他辩解 我们的女儿 周杰的母亲泪流满面 但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林月同学 我们对你表示诚挚的歉意 希望你能原谅我们之前的误会 笑长对我说道 眼神中充满了愧疚 我点点头 感到一阵温暖和解脱 这场风波终于平息 真相终于大白 我用事实和证据 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尽管经历了这魔多的困难和挫折 但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周杰的恶行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正义中就战胜了邪恶 我深吸一口气 这一次 我用事实还原了真相 也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和名誉 周杰的恶行被揭露后 他的家人一时之间陷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中 虽然他们一度试图通过抹黑我和学校来转移视线 但最终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 不得不选择沉默 学校和我一起决定通过法律手段 让周杰的家人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们将周杰的恶行和他家人的诽谤告上了法庭 提起了名誉侵权的诉讼 律师团队帮助我们整理了所有的证据 起草了诉状 并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 开庭当天 法庭上坐满了人 大家都对这个被受瞩目的案件充满了好奇和关注 我和我的律师团队坐在原告席上 而周杰的家人则在被告席上 看起来十分紧张和不安 法官一一听取了双方的陈述 并详细审查了所有的证据 律师们有理有据地说明了周杰和他家人的恶行 逐条揭露他们的谎言和诽谤 林月同学在整个事件中是无辜的受害者 他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名誉损失 我的律师陈述道 语气中充满了正义感 而被告周杰及其家人 则通过各种手段诽谤和攻击林月同学 给他的生活和学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律师继续说道 周杰的家人虽然试图为自己辩解 但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 最终不得不低头认罪 法官在听取了双方的陈述后 做出了公正的判决 鉴于被告周杰及其家人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名誉侵权和诽谤 法院判决被告 需向原告林月同学公开道歉 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法官宣布道 这一刻 我感到无比的解脱和轻松 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 周杰的家人虽然不情愿 但在法律的危言下 还是不得不执行判决 向我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 经过这场风波 我重新振作起来 决定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 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我专注于学业和事业 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下 我逐渐找回了自信 重新融入了校园生活 几个月后 我在一次重要的比赛中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任可和赞赏 林月 你真是太棒了 我们为你感到骄傲 朋友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眼神中充满了钦佩 我微笑着感谢大家 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满足 虽然过去的经历 让我受到了很多伤害 但也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 我明白 只有不断努力和奋斗 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逐渐在职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成为了行业中的佼佼者 在新的生活中 我依然时刻提醒自己 不忘初衷 坚持正义和真理 这场风波虽然已经过去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艰难的岁月 它让我明白了正义的可贵 也让我更加坚定的信念 无论未来有多么艰难 我都会勇敢面对 迎接每一个挑战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